Hello 大家好 我是摄影师陈文坚 到皇冠假日酒店找一个朋友拿个镜头 拜拜 之前的这个头有点小问题 所以说我朋友又给我找了一颗银色的好帅哦 那我为什么要选这个镜头呢 因为我要拍vlog 对吧 vlog 为什么要拍vlog 因为他轻便 对吧 那其实有四点拍vlog 那第一点就是因为我看youtube上面的很多这些vlog 包括gainse next day 还有mr band 还有很多很多很多 我从中可以发现他们有 以这种方式来记录生活和工作 挺有意思的 还有第二点呢 就是因为我平常的这个生活记忆力不好 比如说今天开车在哪里违章呢 不知道 今天去了哪里忘记了 我把记忆都用在更多的地方上 所以说生活记忆很差 所以说我想通过拍vlog 来记录我的生活 第三点呢 就是因为我当时是用pr剪片子 现在我想换到mac电脑上的feno card 所以说我想锻炼一下自己的这个技术 第四点呢就是希望大家能看我的片子 学到一些东西 你最棒 我们在苹果店刚刚跟里面的服务人员聊得很开心 也学到很多东西 和灰太郎一起 现在我们一拿去喝咖啡 跟他在一起只有喝咖啡了 这个回台带我们来了一间这个很特别的咖啡店 我还是喝意识 比较习惯 喝这个不习惯 permanente 谢谢 并喜 啊 好 谢谢 耶 之前的那个我的Viragor里面有记录 就是我那天回来的时候收到三个包裹 一个是这个大的 然后还有两个这个小的 这两个小的好像是我买的一些 我给我的小椅买的一些配件 然后这个大的应该是苹果官网给我发来的 莱斯的一个2T的带Type-C的硬盘 话不多说来开箱这个硬盘 还是很漂亮的 产地是中国组装 进口公司进口商 然后它最重要的是 有个参数是接口 是全新的参数接口 是USB-C 现在都是为主流了 然后它这边 兼容的Type-C和USB3.0的接口都有 然后1.2米防震设计 然后防水溅这些 然后主要接驳的好多种方式 OK 然后大家不了解Type-C和这种普通的机械硬盘的一些 还有USB的一些转接的一些参数 可以看这张图 好我们先把它先打开 它这有个分条 空火了没了 好它就一块硬盘直接在这里面 然后另外一边这个包装里各种说明 有配了两根线 一个是Type-C 一个是Type-C和USB的 这样子可以兼容USB3.0和USB2.0 还有Type-C 然后也可以给Windows用 也可以给Mac用 这个是Type-C转USB的 然后这个是Type-C和Type-C的 配了两根线给我 这个硬盘我们直接拆开 一个吸数包装很薄 因为它只有2T 所以说非常的薄 但是我想买4T 4T就会比较的厚 我们把它打开看一下 那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硅胶 然后一个硬盘 当然我还没拆进去看 应该我不知道能不能自己更换 来丝的标志 机关雕刻在上面 然后只有一个口 Type-C的口 直接插上去 这一头可以直接插在我的MacBook Pro上面 这样我就不需要再有USB转接了 太方便了 然后我也测试过这个硬盘 之前在苹果店的时候 我有用它的雷电口的硬盘测试过 当时考同样一个文件 当时那个文件夹也是我 Wearhug的第43期 一共整个文件夹的素材包和视频文件 加在一起有23G 然后我用来丝的2T的雷电口 当时在上一集大家应该看到 传输的时候有5分钟 那我回来以后呢 用了用我之前 之前原来的那块 这块细节的4T硬盘 这块4T硬盘 在传输这个23G的文件的时候 我回来设了一下 显示要8分钟 在苹果店的时候 用这一块的雷电2的传输的时候 要5分钟 然后今天我们用这块硬盘 来传输数据 同样的23G的素材 只需要3分钟 3分钟 所以说可以看得出 这个Type-C 真的是MacBook Pro的力气 它可以完全的发挥 这个雷电3接口的一大优势 这个给我平时日常工作中 节省了不少时间 所以说我应该以后 一直会用来丝这个牌子 好 那我们来拆另外两个包裹 这个好像是我买的 再给你们看吧 啊 没错 这是一个我买来给我 运动相机用的一个夹在包上的 就是它这边打开以后 可以夹住这个包带 然后呢 这个地方有一个示范里面 你们看啊 这个地方大家知道了 可以加GoPro 或者可以加我的小椅啊 这些东西 然后平时你要插进来 然后这边跟它锁住 这样我如果背书包的话 相机就可以直接朝前方拍摄 它这个扭手 这样就会方便一些 它这个口也可以旋转 你要这样装也行 这样装也行 然后这边有两个大螺丝 然后挪开以后 这个中间的缝隙 就可以把你的书包带 从中这边穿进去了 它这个可以完全旋开的 完全旋开的 等于说把你的书包带 直接卡进去完以后 然后再上进这两颗螺丝 这两颗螺丝都是铝合金的 卡在书包上 方便了 但是我看到了 就买回来试一下 拆另外一包 然后买了一个小包 装我的机器用的 然后买了一个 这个应该大家平时 有玩运动相机都有 都有接触到 保护壳 就是质量差 反正大概起到一个保护作用就好 然后这个就最奇葩了 这个当时我买完那个保护壳的时候 卖家说你只要加一块钱 然后就这么多东西 七样东西一块钱 今天拆包就到这里 继续干活了 对了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我后面是绿木 我那天去完苹果店 到Final Cut的抠向完以后 我觉得绿木挺好玩的 这也是我之前买的一块绿木 我的生日中间 谢谢你 谢谢你 我那天去完美 overview 我那天去完美 我那天去完美